大家好,歡迎來到士多貓TV,我是Alan 我現在在桃園的南橫區,剛剛送了Joyce去上班 我現在在附近走,本身是沒有打算拍這個影片 但我在這裡走了大約半個小時,我覺得這區真的規劃得太好了 很想跟大家去分享 其實我一開車來到這區的時候,我已經覺得這區的設計規劃很好 是完全是很整潔,路很大條,很寬闊 有時你開車去到某些區域,你就覺得很凌凌亂 例如三重、中永和那些人車爭路很迫,交通很混亂 我是覺得如果我移民開頭的時候,我是有視察這區,我是會在這裡住 其實我在這裡走了半個小時,我是從來沒有需要走出馬路 是一直都有行人路的 行人路是很寬闊,很大條的,而且是不會有機車停在行人路上 你要走出馬路的 因為它全部的行人路都會起了個坡,機車是上不來的 我一開始以為這裡是全部新樓,所以路才設計得那麼寬闊 但原來不是,我特地走到舊區看看,原來都是設計得很好的 就像我前面這一棟,有一棟舊樓,擺明有二十多三十年歷史 但舊樓的樓下,其實它都是設計了一個坡,機車是上不去 要停在旁邊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機車是停在旁邊的 這個騎樓走得很舒服的,不需要被機車阻礙 突然之間要走出馬路,它的馬路是很寬闊的 而且它會留一條白線給你臨庭和拍機車 所以這些車就算在臨庭去買東西,都不會阻礙交通 其實台灣很多重華區,重華區的附近是設計得很好的 就像對面這些,全部新樓,下面肯定是設計得很好,走得很舒服 但通常你一離開這幾棟樓,去到舊區的時候 你就完全是很混亂,是要人車爭路,沒有行人路 就算有行人路有騎樓,上面都是停滿了機車,你走不了 而那些騎樓是高高低低凹凸凸凸的,這裡是不會的,是一條平路來的 你是不需要走走走,又要下一級,上一級,是推輪椅都沒有問題 其實之前我們移民決定住哪裡的時候,即決定住淡水之前 其實我們是來桃園,不過我們就去了魏民特區那邊 魏民特區那邊,我和Joyce都不太喜歡 因為魏民特區的Square設計得很漂亮,很好的 很多行人路,很寬闊 但是你一離開魏民特區那個block,旁邊就是一個舊區 是超級混亂,是完全沒有行人路可以走的 你是要走在馬路上面,很多機車,馬路很窄 你開車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看完魏民特區,我們最後是決定不住在那裡 因為旁邊的環境,我覺得不是那麼理想 很人車擠迫的感覺 VPN是虛擬私人網絡的簡稱,可以令你更安全才能上網 它可以隱藏你的IP,加密互聯網使用的流量 客客就不用追蹤和導出你個人資料了 SwapSup的VPN有一個Keymode功能 它可以幫你製造廣告,追蹤器,放置願體和網絡釣魚 除了保住上網安全之外,你還會用VPN來轉地區去看劇和網購等等 SwapSup是唯一一個VPN在全球100個國家都有視覆器 而且你是不限使用設備的 即是你全屋所有的器材都可以用同一個帳戶去使用 如果用我們的PromoCodeSupMaoTV,就會有新充的優惠 至於你升級SwapSup1的套裝,就會有額外5個月的免費使用期限 而且是有30日的免費退款保證 如果有興趣使用的,我們info box有一個link 你點進去登記就可以使用了 還有一路走的時候,發現這一區的好處是新舊交替 因為通常你住在松華區,大樓下都是比較新式的餐廳 那些西式的早餐、咖啡店,通常都是比較貴的 但其實它是貼著舊區這裡,其實它是很多地區的小店 什麼是吃麵線、吃滷肉飯、炸東西、早餐店 其實這裡是什麼都有 我就這樣走,其實我每行一條街 我都起碼見到有4、5間食物 是不同類型的食物都有 什麼日式、韓式、拉麵 而且整個生活機能很好 附近是有Costco、有Turley Woo、有賣場 不過就要在河的對面,就遠一點 那邊,但是開車過去應該是5分鐘的 而且綠化是做得很好 它周圍都種了樹 你不會覺得這裡是很大沙塵、很多煙 你經常都會見到綠色 其實這區是一個學區 它是一家很大的國民小學 如果我是家長,我小朋友在這區讀書 我會很放心 因為他一放學回家的時候 他一直都有行人路可以走回家 其實我經常見到很多台灣的小學生 放學的時候都要走在馬路上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這件事 其實所謂的行人路都只不過是 在馬路上畫了一條綠色的行人線 經常都是走一下 你前面就會有車輪停阻礙你 或者前面有燈柱阻礙你 你只要走出馬路,繞過它再走進來 經常見到小學生這樣放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危險、很恐怖 另外這一區附近是有自然的環境 我現在坐在一條河邊 整條河邊兩旁是種了草 是綠化了 而且它是建了一條單車徑和行人路 你可以在這裏踩單車散步、跑步 剛才也有很多人在這片草地去放狗 其實我和Joyce經常都會去不同地區工作 有些區域真的建設得比較好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三峽的北大特區、林口、膽水生市鎮 所以我一開始以為這裏是一個很新的重滑區 所以它的馬路和行人路才那麼寬闊 我估計在整個南坎區去規劃的時候 馬路是預備了足夠的寬闊 亦都有預備行人路 這是很難得的 因為很多時候台灣的舊區樓與樓之間的馬路是很窄的 不要說架高了行人路 有時連在馬路上畫綠色線的都沒有 不知道當年是誰負責設計這個南坎區 我覺得真的要表揚一下這個人 台灣需要你來建設 台灣其實所有的社區都應該是這樣建設 馬路是應該寬闊 行人路是應該寬闊 搞搞搞好像樓盤廣告一樣 但我真心覺得這區是設計得很好 所以剛才我八卦這區的樓要多少錢 我看到兩三房大約是一千萬上下 我跟地產區聊天 他說大概是二十多三十萬一坪 就要看看樓齡 我覺得二十多三十萬一坪都更便宜 因為這區要上角度很方便 開車大概五至十分鐘就上到國一 入台北市其實很近很快 可能比我們在淡水入台北市更快 所以這區其實我覺得都挺便利 不知道有沒有住南坎的觀眾朋友 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究竟南坎是否如我想像中廣道那麼好 因為其實我沒有住過 我只是走了一個小時 還是有些好不好的東西我是不知道的 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又或者有沒有其他觀眾 可以介紹一些你都覺得很移居的區域 讓我去參觀或者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希望你分享一下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條片再見 拜拜 結束 有出現 至於 誰 我